好,我們來做一些題目 一開始不要計算 我講過了這個圖上面就可以考一些事 不用算,看圖就曉得了 比如說它的選項A跟B 是為融點跟廢點 這看圖就會知道對不對 它的選項C跟Z 是為它成什麼狀態 這也是看圖就會曉得的事情 好,來 這個圖上面 10分鐘開始融化 25分鐘融化結束 45分鐘開始沸騰 65分鐘沸騰結束 於是 你就了解什麼時候融化開始 什麼時候融化結束 什麼時候沸騰開始 什麼時候沸騰結束 你就知道什麼時候會固態 什麼時候會意態 什麼時候會故意共存 所以餘餅就是什麼 故意共存嘛 那丁烏是什麼 意氣共存對不對 所以咧 你就曉得 C跟豬都是錯的 選項C跟豬都是錯的 OK 那融點跟廢點是看圖就會曉得 你看了就曉得 這圖上顯示融點幾度 廢點幾度 圖上顯示融點十度 廢點幾度 九十度嘛 圖上看到到對不對 所以答案誰是對的 B是對的 答案B是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是B 不用算嘛 看圖就曉得了 看圖就曉得了 我跟您也講過了 融化曲線就顯示它融化的過程 它顯示它什麼時候會固態 什麼時候會故意共存 什麼時候會意態 看得出來它的融點跟廢點 你就這樣子 OK 好 下一個 一樣的差不多意思 看這個 這裡沒有那個 最後往斜上去的線 所以它並沒有 把你弄到它怎樣 完全 通通氣化 就是水加熱然後開始沸騰 還是沒有化到那個沸騰結束 不過不重要 看圖就會了 答案是誰啊 停車戰界問 這個答案是誰啊 我們要找一位 要找一位大帥哥 你不要揮手 繞去你不要揮手 更怕全世界看不到你 No.1 一樣 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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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要想那麼久啊 不會吧 你的答案哪一個 5 B 你選2 B 請坐 圖上面顯示 3分鐘開始沸騰 那10分鐘的時候 仍然在沸騰中 它沒有化到那個沸騰結束的時候 這時候的從3分鐘到圖上的10分鐘 溫度都沒有改變 那是因為吸熱用來發生狀態變化 仍然有吸熱只是用於狀態改變 所以溫度沒有上升 那麼2分鐘的時候 它沒有沸騰啊 可是沒有沸騰 我講過氣化有沸騰跟 蒸發嘛 只要是液體都可以怎樣 蒸發嘛 所以2分鐘就算沒沸騰 但是還是可以蒸發 仍然可以變成氣體 還是可以計畫 這是以前就講過的事啊 所以呢 它有一個固定的沸騰嘛 它是存物質嘛 存物質的沸騰它的特性 所以相同的存物質有相同的沸騰 不同的存物質有不同的沸騰 所以我跟它質量沒有關係 跟它多還少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的答案就會選的就是A嘛 答案就選的是A 8分鐘的時候還在沸騰中啊 3到10都是沸騰 所以A是對的嘛 A是對的 其他的呢 都是錯的 剛剛已經講解過了 講解過了 所以這就是 我們看圖形就能夠曉得的事情 我們不需要做什麼計算 希望你能夠看得懂這個圖 所顯示出來的意義 OK